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生活 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在不断升级 而这一切的改变 都离不开哪些日益纪业 为城市发展努力奋斗的建设者呢 他们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先驱 和引领者 更是城市变迁与辉煌的见证者 此刻在上海中心城区 西北门户的普陀珍儒 一场伟大的城市更新 正聚焦于一片一平方公里的热度 2016年5月 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计划将以上海为中心 将江苏、浙江、安徽 共26个地级以上城市 纳入范围 建立一流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 规划中明确指出 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将大幅升级 以确立其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和航运中心的地位 在大红桥战略与上升为国家高度的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双战略强势影响下 普陀区的优越区位优势瞬间突显 在普陀一轴两翼区域协同的空间布局下 珍如作为北翼发展的核心区 依托沪宁发展轴、上海西站 城市交通枢纽等综合优势 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担负起对接大红桥 辐射长三角的重大使命 正是步入发展建设的快车道 珍如作为上海的四个老牌城市 副中心之一 地处内中环区域 半小时的车程便可直达人民广场 徐家慧、陆家嘴等各大商圈 两小时可接洽长三角生活圈 与其他副中心相比 地域优势更为突出 而发展的进程却一度不温不和 就其原因 城市界面更新慢、脏乱、陈旧 轨道交通借着叫板 产业能级相对落后 无疑对其发展造成了阻碍 脏、鱼、叉 因为海鲜腥味比较重嘛 然后地上又特别潮湿 这个环境呢做个提升 城市上面有个提升 区域内多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 水产市场 以及早已无法达到 现代居住标准的大型城中村 则更像是真如城市副中心的一道商把 这其中堪称上海核心区域内最大的城中村 红旗村恰好位于真如发展的核心位置 因此如果不动红旗村 势必拿不到开启真如腾飞的金钥匙 红旗村呢应该是95年 90年代这个时候呢 因为激励经济 它有一个产物 因为葡萄区呢是在上海呢 和长山脚北翼呢 一个交汇地方 那么这地方形成这个市场呢 是比较便利 这个市场里面 确实的站在地方有大 这么它的这个城市的维护 这个管理成本特别高 它这个对交通的影响 因为它卡车会用货嘛 对交通组织和影响 对整个的周边的居民的 这个影响是特别大 味道各方面啊 就是说这后来市政府呢 也就下决心 一定要把这地方整治掉 所以它成为我们上海市 第一个城市的改造项目 市里面的重点项目 为了啃下这块硬鼓手 市委区委领导 多次现场指导 环境整治的攻坚战 2016年1月4日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来到红旗村地块调研 强调旧改刻不如好 出手必极快 出手必是大手柄 是普多区建设的一大特色 在普多区委区政府的全面指导下 完成了六万人口大迁系 九大市场大搬迁的壮举 这是近年来上海中环内 绝无仅有的大手柄 红旗村顺利通过市级区块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演收 成为上海旧改 速度最快 成效最好的标杆 至此 区域转型升级 蓄势待发 未来上海将会有九个主城副中心 珍如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下午 珍如城市副中心新一轮规划 正式披露 规划总面积6.16平方公里 珍如副中心还将规划建设 一栋300米 两栋250米左右的 超高层摩天大楼 点亮护西新地表 预计到2021年 那么珍如副中心基本建成 继续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 9月27号下午20 上海市重点工程 城市东西大动脉 轨礁14号线中林站 至珍如站 顿购顺利到达 普陀区 红旗村 一三地块 地下结件 明蛙段 标志着该重大工程 又完成了又一重大节点 空间决定规模 作为上海市中心最后一块 可供大规模成片开发的土地 珍如的建设全面提速 立即吸引了 全世界建设者的目光 这其中 中海地产 这艘业界航母 在众多抢手的竞争中 拖延还出 于2018年10月 联合中环集团 已近94亿总价 摘得普陀区 红旗村的四幅 钻石级地块 正式成为 珍如建设的牌头兵 作为中国内地 房地产行业的 开拓者和引领者 中海地产 自1979年成立至今 40年来 坚守拓展幸福空间 创造无限价值的 企业使命 致力于促进 城市高质量发展 满足更多人 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今年刚好是我们中海 40周年 那么在上海 我们也已经 有27年的开发历史 这一次 这个珍如 红旗村这个项目呢 应该来讲 是我们一支机遇 目前在市中心 像这么大规模的开发 这么负荷的开发 已经基本上不多了 这块土地呢 呃 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使命 在2001年上海市城市规划当中 上海规划有四大城市服务心 除了祖堂以外 也许家会 这个花木 以及舞秋场 还有普通的镇路 作为城市的东西南北 那么中海能参与这样的项目 能够这个形成的最后一块版图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一平方公里 富含着这么一个使命 所以叫伟大的一平方公里 中海红旗村改造项目 总界面约85万平方米 规划包含15万平方米精品商业 30万平方米国际商务办公 3万平方米公共文化设施 20万平方米高端住宅 和22万平方米的地下联动开发空间 其中商业办公部分 均为中海地产旗下 顶级产品系 在规划的公共文化设施中 最耀眼的明星当属中海大剧院 约1万平方米的中海大剧院 建成后将具备服务 整个上海市西北地区的能力 极大的丰富了周边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真如注入更多元化的文化滋养 项目还将无缝连接 长达6公里 总占地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市政工程 真如绿郎 这也是上海市中心最大的生态景观绿地之一 可以预见 不久的将来 项目业主都将享受中央公园般的绿色生态 我想我们这个设施如果起来 普陀的城市 附同心就会形成 未来我在想象 这个红旗村在一平方公里上面 可以再形成一种 独立的岛居生活 可以不出岛 在岛上 我们就是 无论是商业 商务 文化 环境 对吧 各种生活配套 应该都有 在中海地产的精心设计 与创新规划下 原本落后的旧村 将一拖三面黄河的优势 变成为一平方公里的半岛形态 即居住 商业 休闲等 综合功能为一体的 生态宜居综合体大型社区 2019年7月 中海红旗村项目的 首个住宅项目 中海珍如府 正式公开亮相 产品一经面世 便凭借创新的护情 和人性化的产品特色 赢得市场赛 不仅填补了板块护情控台 更是吸引了全市居民的目光 依托宜居生态 智慧社区的开发软件 2019年8月2日 中海珍如府与华为 中国移动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全国首个5G社区 开启5G时代智慧生活 向着上海2035卓越城市的 伟大目标满进 居民设施 居民活动 娱乐设施 这些都探索在里面 女士什么都有 可能是购物中心吧 或者说可能会有医院吧 类似那种天空之城一样的 就像一些大型的游乐场啊 就对我们年轻人而言 就比较好玩的 还有没有公园 对我们就是说老人呢 三台铺 我们准备用四年多时间 高级点规划 高品质打造 高预期未来 为普陀乃至上海 打造出一个伟大的作品 熊关漫岛 针流铁 而今漫步 从头越 全体中海人正与正道笃行 创新致远的核心价值观 创造这伟大的一平方公里的奇迹 政府千亿基建投资 中海百亿将心造就 时代的伟大力量 造就了这片伟大的鼓励 这就是伟大的同期精神 这就是伟大的中海奇迹 昨天我们披荆斩棘 结梦启程 今天我们直跟真如相伴成长 明天我们燃点美好 再谱华章